彭佳慧终于承认离婚事时12年婚姻没了!坦言唱这首《走在红毯》那一天又离婚魔咒!粉丝超心疼不要再唱了! 46岁金曲歌后彭佳慧如今竟爆料自己已经离婚了!让大家全都超惊讶! 真的没想到和老公这么恩爱的彭佳慧会和自己老公离婚啊! 彭佳慧唱红不少歌曲,唱出很多女人的心声,从铁肺歌后转型成温柔描述女人心事的歌手,加上参加中国实境节目,人气再度翻红! 不过她却证实和结婚12年的老公王批人已经3月签字离婚!离婚消息让大家都超惊讶! 她坦言自己唱过的歌真的有魔咒!走在红毯那一天这首歌唱被拿来当作结婚曲,赞捧家会的婚姻却没有那么幸福美满! 她曾被记者偷拍到和壮男在街上相拥,互动亲密,当时就传出婚变消息,不过她却否认! 直到今天才发出声明表示,在今年1月底,媒体说我们离婚了,从原本没有发生的事变成发生了! 恒家会结婚多年,和老公约有一个10岁的儿子和两个6岁的双胞胎女儿,原本婚姻过得幸福美满,但她在声明中指出,两人已经像家人一样, 最后无条件和平协议离婚,并表示,我们是孩子的爸爸妈妈,所以我们一直住在一起,睡在不同的房间,然后,生活依然,感情依然,只是在家人的感情里,我们很明白,不会有爱情的成分! 其实走在红毯那一天是很多新人爱用的婚礼曲,不过恒家会曾经直接打枪,坦言着不是首饰和婚礼的歌曲,如今和老公走上红毯12年后,也和对方结束这段婚姻,让人看了相当惋惜! 不过每段感情都有自己才知道的酸甜苦辣,祝福彭佳慧,未来还是会过得很幸福哦! 没想到多年婚姻如今竟变成这样!让人唏嘘不已啊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